在乱世之中想成为英雄 你必须拿起手中的刀 而在真正成为英雄之前 往往是这样的 这个摔倒的少年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小女孩了 他的全名叫做 吕归尘阿苏勒帕苏尔 和小女孩比较亲近的人 都会叫他阿苏勒 我叫阿苏勒 比如他 阿苏勒 他 还有他 刚结束的前两集的故事 发生在北路 这可是阿苏勒和小伙伴 尿尿或细尼的地方 在北路这块浩瀚的草原上生活的人 他们最擅长的事情 除了打架 就是保暖 这种形状算是青阳人的 初级保暖装备 这种形状是能抵御 阎安法术穿透的进阶装备 而这种顶着豹子头的行头 不仅是北路老大专属的定制时尚单品 更是嗷嗷交人设的必备道具 这个人就是阿苏勒的爹爹 我是你阿爸 青阳的大军 另外这四个看起来有些脸忙 却很洋气的汉子 就是阿苏勒的哥哥们 分不太清不重要 草原和谐最重要 你只能记住 他们是一群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说到阿苏勒的老家 其实最大的问题在于 北路王权继承规则比较奇葩 他们一般把皇位继承给年龄最小的儿子 而年长的儿子们驻守四方 可是我们阿苏勒生下来就体弱多病 很多人毒奶他会早早够待 几乎可以说 他一生下来就是个死者 这让四个壮汉嫌弃又嫉妒 纷纷暗磋磋地酝酿一场大戏 他是我的小儿子 他就是世子 只要他活着 你们谁都别争 而故事真正的开始 是因为另一个诸侯国的国主 没错 就是一个很坏的糟老头子 看上了北路的战备资源 还要求一位王子去做上门女婿 随着少年阿苏勒迫不得以背井离乡 踏上东路的那一刻 九州飘渺路精彩的故事 就真正拉开序幕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